无人机已经成功被大部分国家接受。 从一开始世界各国,对这种武器战斗力表示怀疑。 到后来看到了这种武器高命中率,低伤亡率后纷纷抢购。 无人机走过了一个不太漫长的道路。 在无人机的研发方面,美国起步非常早,具有非常丰富的研发经验。 最近美国又曝光了一款无人机,就是刚刚首飞成功的XO58A女武神无人机。 该无人机长8.8米,翼展6.7米,最大升限为13715米,最大飞行速度达到1050千米每小时。 最大航程3941千米,最大飞行速度为0.91马赫。 可携带两枚重250磅的GBU-39炸弹。 是美军的第一款远端高空亚声速战斗无人机。 这款无人机有两大优势。 第一是采用了新型隐形技术。 由于它的体型也没有F-22和F-35等有人飞机庞大,所以隐身能力更容易提升。 成本也相对较低。 其次,这款隐身机的造价,竟只有200至300万美金。 简直是太便宜了。 与之前美国生产的动则上,千万,乃至上亿美金的无人机比起来。 这款无人机,可以说是历史上价格最低的先进无人机。 看来真如美国之前所说,要建造价效比更高的无人机,同中国抢夺市场。 因为中国无人机非常先进,而且非常便宜,又便于操作。 所以这些年来,中东国家几乎抛弃了美国无人机。 现在美国竟然学习中国走价效比路线。 看来,中国无人机出口,又将迎来一轮挑战。